帥先和有机食材的餐厅合作 开了第一家的超市复合店 那么另外呢 统一超商也扩大了有机生鲜的布局 让低温空运配送的有机蔬菜 进入到马祖的五家门市 可以给我一个鲑鱼精子炊饭跟五行蔬菜吗 好 没问题 那我早上你先坐哦 民众走进超商却更像是在餐厅点餐 师傅更直接在现场做起料理 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饭菜好了 再拿去超商柜台结账 如果想来杯精力汤果汁机打下去 马上就变出来 这是全家超商和天河鲜物合作的 第一家精致超市复合店 不仅民众看到都忍不住赖尝鲜 今天是第一次在便利商店里面看到的 对 是有点贵啦 可是因为我看他们的品质都不错啊 所以应该还可以接受 走进这家店不但能吃到 十款现场的有机料理 上班族也能选择十四款便当 用水蒸炉加热后 就能在超商用餐区开行吃便当 还有三款精力汤和四十款有机面包 可以选择 打开冷冻柜里面有各式各样 有机蔬菜 冷冻海鲜肉品 想要走健康路线的调味料 货架上也都有 如果想回家自己做有机食材 这里就像是有机超市 统统备齐 现在逐渐往三十五到四十四这一些的 那个族群里面发展 那这一些族群都希望一些健康的 那个饮食的那个需求 那这些来便利店的时候 那个平时有逐渐的下降 所以借由这一次的合作 我们希望能够互相的送客 增加这一些那个消费者需求 不同于全家超商和天和鲜物的策略联盟 首开精致超市复合店 同一超商虽然也看到这波有机商机 但把木框放在有机生鲜蔬菜 首度进驻马祖五家门市 要抢下离岛有机蔬菜通路 看穿台湾人口老龄化趋势 和健康意识抬头 两大超商龙头纷纷在有机市场 抢先布局 记者罗绿吴嘉文台北报道